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稍微的回想在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还没有爆发之前 我觉得其实疫情前大家就已经非常关注卫生了 像我们以前也都会有勤洗手 就交小朋友也会勤洗手 去到一些医院这样子的一些地方的时候 其实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什么是新冠肺炎病毒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都非常关注这个卫生 那现在来到了这个疫情时代 尤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又这么高 当然这个消毒的部分我觉得是我们不可以忽视的 对那现在你不能够只是在讲说个人消毒产品方面 其实场所消毒这一块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环 我们以为说只要用清水肥皂水这样常规清理就好了 可是并不是的 其实本地有不少一些提供消毒服务的公司 在疫情之前他们都有提供一些比较常规定期的清理工作 当然在疫情之下像刚德才说的这个清理工作更加重要了 那提到这个消毒服务消毒产品的时候 我们可能一般人的想法就停留在普通酒精 可是要如何结合这个新科技让这个杀毒啊 这个消毒杀菌消毒的工作更加事半功倍呢 也是现在市场非常关注的 那今天的财经plus呢 我们就请到了一家提供消毒服务的公司来跟我们聊一聊 关注财经议题 深度财经分析 财经plus 今天在我们的财经plus呢 有来自Stoica的首席执行员 他的CEO啊 有Dr.William 陈锦良博士在我们当中 Dr.William 跟我们打字道呼 早安 Hello Hi 大家好 是 Dr.William 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呢 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清洁消毒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公共场合啊 这些公共场合就是很多人流 又或者是有很多人会聚集的地方 所以在选择这些消毒 还有抗菌的这些产品上面呢 我觉得其实很多的商家依然还是可能不懂 应该要怎么样选择对的产品 Dr.William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选择这些产品 好的 是 我们的民众是不是他们其实需要明白 在市场上有非常多的种类 不同种类种类的这一些消毒的这个产品 所以最主要的是我们有这种一次性 或者那种长久性的这些消毒功能的产品 所以第一种我们有很多就是比如说 Alcohol based就是有酒精的 有含量有酒精的 或者有hydrogen peroxide based 有chlorine based 有benzolconium based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市场上 有非常多的这些product有这些很多这些不同的种类 所以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这些民众他们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可是其实就是看着他们自己本身需要些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有这种一次性的也有这个长久性的 因为长久性呢其实就是一种coating coating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碰在这些表面上 他就是可以耐比较长久的时间 比如说90天或者半年或者一年等等的 那像doctor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持久性啊消毒的持久性 现在是不是在疫情之下 应该是我们在选择这些消毒工具之前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还是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可能我们需要注意的 哦可是这个对对对这个是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因为首先如果我们是要把一个短性的就是一次性的 或者一个长性的来比较的话 如果是一次性的比如说我们一消毒 他们是非常的effective也是对 他们很有效的 可是问题就是比如说我消毒了 如果下一分钟或者五分钟过后或者十分钟过后 后面有一个患者有covid或者有influencer 或者别的病毒他们的这些患者进到来 他如果他打问题或者他咳嗽这些droplets 或者他的肮脏的手 他的手已经是有这些病毒的有这些细菌的 如果他碰到这些表面上 我们的这些表面又在有这些我们所medical terms 我们叫做recontamination 就是他又会有这些细菌在这个表面上了 可是如果我们用这种长久性的这些消毒的这些产品 或者这些services 如果我们消毒这种长久性的 如果有这些患者进来 他们的这一些磕嗽或者他打喷嚏 这些droplets掉在这些表面上 他都可以不断的24小时自己 disinfect自己的在不断的在消毒 在杀死这些细菌 so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来选择的话 我们的民众就可以比较明白了 如果是一直性就是这样子 对它的价格也是会不一样 可是如果是长久性 这个就是我会有得到的这个保障 还有不单止如果我们要说要选择产品 我们还有从不同的category 或者不同的factor来想到的 比如说你要知道这个产品是有毒的没有 或者含量有酒精的没有 或者有heavy metal 比如说titanium dioxide silver arcenic zinc 这些等等等 因为如果我们有这些 含有这些酒精 或者这些heavy metal 或者这些不同的 就是会不会对孕妇有伤害 或者对我们的宝宝 这些我们的小孩会不会有伤害 所以这些都是要consider的 是在质量 也就是quality的这个部分 是不需要高度的关注的 但是我这里也蛮想要听 听看Dr.William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因为像你刚刚讲说 这个coding 它如果是长的话 我相信可以长达好几十天的时间 但是这个定期的消毒 是大概需要多久一次呢 因为我们不可能等了三个月过后 虽然它是可以有coding 但是我们不可能等三个月过后 再进行定期嘛 那这个频率大概是在 什么样的一种次数 对 OK 其实就是如果比如说 我们是用一次性的那一种消毒 我们就是定期要时常的消毒 比如说我们都是可以说是每一天消毒 或者个几天才消毒一次 看我们的人 我们的普通的那些人 有几多上到这一些办公室 或者我们的这些场所 所以如果是时常有很多人聚装的地方 我们时常每一天都要消毒几次的 其实如果这个是 a very correct way of doing it 如果我们是说 比如说我们有coding的话 对不对 我们的coding 我们一code的上去 我们canize 365天是一年的 可是我们会跟人家说 就是你还是一样要洗 清洗你的地方 因为我们普通的这些清洗 是不会伤害到我们的coding的 这个365天的coding 它都还是会有在 就是比如说 因为这个是纳米技术 所以很多人他们会不明白的就是 比如说 我一碰上的这一个coding过后 他们就会说 这样子的话呢 这样我还需要再洗 或者我再需要再消毒吗 其实是不要紧的 因为如果你再洗 或者你在消毒 它是不会伤害到我们的coding 就是如果我们拿简单来说 如果我有这一个coding的话 对不对 我们就是很像把一个消毒的 一个人站在那边 24小时不断地跟你在洗 再跟你在消毒 可是你碰了一次 这个yes that is how interesting it is 对 刚刚Dr.William提到的 这个纳米技术 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想要知道 因为StoyCar本身 为什么我们今天把它 请到我们的 财经Plus的节目当中呢 就是因为他们拥有 美国所开发的 这个最新技术 SD Pro的喷雾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技术到底可以怎么样 帮助我们的这些商家 跟我们所有的民众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有来自StoyCar的CEO 有陈锦良博士 Dr.William在我们当中 刚刚有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些消毒的一些产品 那我相信大家 在了解了这些消毒产品了之后呢 接下来应该要 懂得应该要怎么样去进行 产品上的一个选择了 也特别在我们今天 财经Plus当中呢 要特别了解一下 StoyCar本身呢 就是有一群医生 在2017年的时候 所共同创立的一间公司 他就是应该是说 比冠病疫情还没有爆发之前呢 他们早就已经是成立了 而且是非常 拥有一个非常成熟的 技术的情况之下呢 成立的一家消毒公司 那Dr.William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时你们就是 就是成立StoyCar的时候 你们是以什么目标 还有方向开始 你们的业务的 好 当初那时我们 就是2017年的时候 等到我知道 有这一个纳米技术 这个从美国来的 这一个technology 这个技术的话 那时候我们 我就非常的 excited 因为我们觉得 我觉得这个东西 非常有potential 所以然后我们就跟 几个医生一起聊天 然后我们去discuss 然后我们就觉得 哦 OK 这个东西是非常有 帮助到我们的 马来西亚 我们的国家 因为 很多次我们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人 我们就是因为 我们的这几个医生 我们有一个 很共同的目标 很共同的想法 就是我们要把 马来西亚的 这个 这个 和这个 我们要提高 然后我们要把 这个病毒污染 就是降低 因为很多 我们的这些 如果我们没有 这个pandemic的话 没有这个疫情的话 其实很多人 对于这个 hygiene aspect cleanliness 他们还是 我在那种 80年代 70年代的那种想法 就是我天天用清水洗 或者我用 同一个种类的那种 肥皂 或者那种消毒剂 就已经是够了 因为可是 以我们现在看到 病毒 跟这些细菌 每一天都在不断地 这样子 有这种 mutation 就是他们一直在变化 就如果我们 一直这么 这样变化的话 我们还是不 跟上潮流 就是会越来越难 对抗这些 细菌跟这些病毒了 所以 以我们现在都看到 technology 现在的技术 很多东西都已经去到 比如说5G了 可是为什么 我们的 hygiene 还是 start在2G呢 所以我们就是 想要把这种 5G的 in hygiene aspect technology 带进来 马来西亚 把 就是给 很多很多的 这些人共同的 分享 然后给他们知道 现在已经是有 这样子的技术了 可以帮助到他们 还有最主要的 我们 stoyca里面的 主打 就是要 eco-friendly 因为我们 所拿进的 whatever product whatever product 都是一定要是 eco-friendly的 就是要对 我们的地球 都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 moto 就是 green and safe technology 所以我们不会 拿进那些 有毒的东西 因为我们不会 要伤害到 人体 因为我们自己 都是医生 对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一个理念 就是要把马来西亚人的 卫生意识提高 就这样的一个理念 创建了现在这家公司 我们在谈技术之前 可能我们请William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现在你们成立了 2017年到现在 你们的主要客户 是有哪一些 可能很多听到这里的听众 他们是住家的 他们可能会好奇说 如果我住家要的话 我是不是能够 要你们这样的一个服务 能够我们说一下吗 因为我们自从我们 创建了这个公司到现在 因为我们的伙伴 是在新加坡 所以我们一起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我们都是有做了很多 非常多的这些 client base 比如说在新加坡 我们有做了整个 新加坡 Chunny Airport 全部terminal 所以我们已经做了 超过两年的 这个coating for他们 所以这个成绩是 非常的好的 所以就是因为 这个Chunny Airport 的这一个成绩 非常好 所以新加坡的政府 也是选了我们来 碰它的全部MRT的火车 他们的那些 公共用的那一些巴士 也是全部都是 已经有碰过 我们的SD Pro了 还有很多的 在新加坡 所以在马来西亚的话 我们有做 马来西亚的政府的部门 比如说 KDN在Putra Jaya 我们有做警察局 我们也有做很多 那一些shopping malls 比如说 The Gardens Mall Paradigm Mall KL EcoCity Gateway KLA2 我们也有做 很像比如说 很多办公室 办公楼 Menara 就是有 Tun Raza Exchange 106 TRX 106 我们也有 Menara UEM 我们有 SIMW Menara 我们还有很多的 所以银行的话 我们也有做 比如说 Public Bank CIMB Bank 跟日本银行 MUFG Bank 所以因为这些 很多人 很像你所讲到的 对 很多家庭会觉得 你们做这些 都是corporate 这样你们有做家庭 我们都是有做家庭的 还有我们很骄傲的 现在因为我们的 整个云顶 都是我们也是有 在帮他们消毒的 包括 Malaysia的Watson 所以我们很多 这些不同的 从不同的industry 比如说 E科 卖次的 就是这种 corporate 办公楼 都是有的 Dr.William 刚刚把这些名字 这些商业大楼的名字 跟这些商品的 brand 全部念出来的时候 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所以我们可见 他们的技术 是相当 相当的成熟的 而且也是受到 国家 甚至是国际的 一个认证的 刚刚Dr.William 特别提到了 这个技术 也就是他们所使用的 SD Pro 基本上是美国所开发的 一个最新技术 Dr.William 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 里头的成分 它跟一般的 这种抗菌剂 到底有什么样的 不同 这个是一个 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SD Pro 是独一独二的 你在这个市场上 你不会找到 有一个 相像 这个SD Pro 的产品 因为我们的SD Pro 它是经过 我们的美国的 这些科学家研究出来 因为我们的 这一个里面 有超过一个成分 在我们的SD Pro 里面 所以它的成分 有第一个是 Organosylene 就是第一 它都已经是 无毒了的 这个Organosylene 然后它参了 第二个成分 是非常的有趣的 所以我会跟你 讲解一点点 为什么我们会有 这一个成分的 所以很多年前 其实我们的 美国那边的科学家 他们发现到 这一个Dragonfly 蜻蜓 所以蜻蜓死了 过后是不是 它的尸体会腐烂先 可是它的翅膀 还是有在的 还是完美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这个翅膀 是不会跟着 那个尸体一起腐烂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 很奇怪 他们就做了一个 Test 一个Lab test 所以他们就发现到 从这个Lab test 他们就发现到 它的Chemical structure 它的Property 这个蜻蜓的翅膀 是能杀菌 可以抗菌 抗这个病毒也是的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他们Engineer出来 他们做出来 这一个Chemical structure 这一个蜻蜓的翅膀 把它加上去 这个Organosiline 所以我们就会有 现在的SD Pro solution 这一个 所以非常非常的 I would say unique 可能Dr.William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它里面 就是没有任何的酒精 和任何金属成分吗 这可能可以进一步说一说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 Solution 其实是没有酒精 它也没有这一些 Metal 或者Heavy Metal 比如说 因为在市场上 很common 你们很时常会看到 就是有Titanium Dioxide 有Silver 或者有Copper 这些是 因为这些是 Actually Metal Or Heavy Metal So我们的其实 是完全没有这种Metal的 不单只 因为我们的 也是没有这个 一个Mode of Activation 就是气筒杀菌模式 就是如果需要一个 UV Ray Activation 要这个UV 从这个太阳的这个UV 它才可以Activate 我们的是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们一Apply上去 任何的这个表面上 它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它可以在铁 或者在玻璃 或者我们的地砖 我们的墙壁 什么东西都是可以 被消毒得到的 可以Code上去的 然后最主要的是 我们是已经经过 Animal Lab Test 两个国家 就是动物的这一个 Animal Lab Test 在韩国跟美国 是因为很多产品 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他们没有去做 这种Animal Lab Test 因为不是每一个Lab 在每一个国家 是能做得到的 所以我们做这个 Animal Lab Test 是为了保证 给我们的顾客 知道我们的产品 是100%对人体 是没伤害的 是无毒的 所以我们做这个的话 是不是我们有经过 很多国家的Lab Test 发现到我们是 99.999% 99.999% 对抗任何的细菌 病毒还有霉菌 因为很多产品 在外面 你会看到 它是单单有可能 对霉菌有效 或者它单单是对 这些细菌有效 可是我们是对 每一样东西 都是有效的 所以很多人 我明白现在是 COVID-19 对不对 现在是COVID-19的 这个病情 所以他们就会 问我们 这样你们的这一个产品 是对抗得到COVID-19吗 那个答案就是行 因为我们有经过 新加坡的 很established的一个大学 就是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大学的 医科的部门 他们test我们的 这一个product 然后我们就发现到 我们也是一样 99.999% effective against COVID-19 非常有趣的一个技术 第一 它对于这个人体的皮肤 是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的 第二它即便是跟其他 比如说桌子 椅子 任何的材料 基本上也不会产生 任何的反应 又或者是任何一些 侵蚀性的这种伤害 对不对 那Lotter-William 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整个消毒过程 毕竟它也算是一个 非常高科技的技术 它的整个消毒 时常也就是进行 这整个程序 会不会比普通的这种消毒 还来得更久呢 是一定会的 因为首先 我们不是那一种 fumigation 就是出来很多那些气 那种fumes 所以我们的这个是一个 coating 首先我们用的那个机器 也是已经是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的机器是叫做 nanohydroelectrostatic sprayer 所以它喷上去的时候 是不是它有一种static的 所以比如说 那个static force 那些细菌在靠近 那个表面上的时候 它会被吸下去 还有最主要的 我们的民众 我们的这些顾客 一定要明白的就是 我们不是用化学的破坏 对这些细菌 我们是物理上的破坏 所以它是很大的分别 然后我们碰上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不同的step 所以首先我们有 我们每一次我们去碰 都会有QC officer在的 所以quality control的 officer 他会首先看一下 那个表面上 有没有灰尘 或者有没有油脂 所以如果全部是干净 非常好的 我们就会进入碰的 这个过程 所以碰的这个过程呢 因为我们的这些消毒的 这些员工 他们是经过 很professional的训练 所以他们就会知道 比如说每一个表面上 都是有不同的技巧来碰的 所以有些 那一个distance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需要 他们需要很多的时间 很慢慢的 这样子每一个部分都要碰到 因为比如说 很像我们是在说 办公室也好 或者家庭也好 你的桌子上 或者你的地方 有什么东西 我们都会跟你拿起来碰到的 所以我们眼睛 所看得到的东西 我们都会去消毒它 也会去碰它 所以这个process 就会比较长久 就比较久一点点 然后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还有一个additional step 因为我们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会做一个测验 这个测验是叫做ATP测验 ATP的证明就是叫做 adenosine triphosphate 所以在医科的讲 的idea里面 就是adenosine triphosphate 就是其实一个energy 所以每一个细菌都会有 产生一些energy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ATP测验 就是可以量得到 这一个表面上 有没有细菌 或者它的浓度的细菌 有几多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 before and after 所以我们碰之前 我们会做这个ATP测验 做了我们就会给我们的 各顾客看一下 你们的地方是有多么的细菌的 所以会多这些细菌会多不多 所以碰了过后 ATP我们碰了SD Pro过后 我们也会在进程做一个ATP测验 因为我们的guarantee 我们的保证是一年的 所以我们不断地都会回来 我们的客户的地方 再继续地做这个ATP测验 一年里面我们会给我们的顾客 知道你的地方其实是还是有 这个SD Pro过定 保护到保护层会还好的没有 明白 其实Dr.William提到这边的时候 可以听得出 其实SD Pro是一个相对纯熟的 一个消毒技术 那其实Stoica除了提供 这个SD Pro的消毒 其实他们本身也是有提供 一次性的消毒服务 那下一节回来 我们跟Dr.William了解更多 上一节的时候 我们就聊到了这个SD Pro 其实要谈这个Stoica这家公司 其实他们还有其他 非常著名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这个一次性消毒服务 也不得不忽略 这个也不能忽略 他们其实本身也是有推出 小瓶装的消毒液体SDST 可能请Dr.William给我们讲解一下 好的 对我们也有这种一次性的 因为我们也是明白 对很多人有可能 他们会觉得 我不要这一个长久性的 我就是要这种一次性的 每一次这样子这样消毒 所以我们都是有提供这个服务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服务 是叫做Sclean 然后这个SDST 我们的这一个 其实SDST的成分 跟这个SD Pro的成分 是一模一样的 是因为说SD Pro 是给那种比较大的地方来消毒 比如说办公室 或者shopping mall 或者银行 或者家庭 所以如果我们有考虑到 如果是我们自己本身想要 这个长久性的这一个product 这样我可以带出去 都是很方便的 我们也是有提供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SD Pro 做成这个SDST的这个bottle form 然后这个SDST成分是一模一样 可是它的浓度一样 所以SD Pro是可以耐365天 就是一年的 可是这个SDST就是耐90天 三个月 它的做法是一模一样 可是你这个你可以自己拿来碰 它可以碰在任何的表面上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电话 我们的钱包 我们的车里面的steering 或者我们自己的手上都可以 我们的皮肤 所以它是很方便 因为它是一个小包装 小bottle 所以比如说我们要飞出国 我们要上飞机 我们都是能带这个上去的 然后我们如果我们 我们碰在我们的表面上 可以耐90天 可是你们要明白 我们如果碰在我们的手上 其实是不能耐90天 因为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 对不对 我们的皮肤是有死皮 这个dick skin tissue呢 如果我们一有摩擦 它是会跟着我们的 它们会掉 所以我们的coating是 其实最外面的表面一层 就是coat到我们的死皮 所以如果我们的死皮一掉的话 它的这个coating会跟着掉 它不单止 因为我们人也会出汗 所以出汗的时候 它也会让到这个coating 慢慢地这样子一样掉 所以如果我们碰在我们的手上 它可以耐从6到10个小时 如果你有洗手都是一样 可以耐6到10个小时的 其实它也不会让到 我们的皮肤干燥 对 其实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 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非常佩服的 就是这个stoica呢 基本上是有办法迎合整个市场 市场上有什么样的需求 我们就有办法提供给你 什么样的一些服务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财经plus当中 也特别想要问的 就是有关于 现在整个消毒市场的整个发展 我相信对于stoica 又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消毒公司来说 都是一样的 很多人都认为说 在疫情期间呢 肯定是赚大钱的 那Dr.William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不是有没有在这个疫情期间 这个销售额的部分 真的是有明显的提高 这个市场的反应是如何呢 是 的确 因为这个病情 因为原因是非常的简单 因为之前呢 还没有这种疫情的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 他忽略了这种hygiene 这种消毒的需要 所以我们的讲解也比较难 每次我们出去跟客户讲解的时候 要讲到非常的多 跟他们说为什么这些地方 这些公众的地方都是要消毒的 可是有了这个病情 这个疫情的过后 的时间过后 我们就发现到很多外面的这些人 都觉得因为他们的生意 或者他们自己本身都受危险的 所以他们这些有受到威胁的这些地方 他们就觉得 对 我们非常的需要这些消毒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病情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销售力 是真的是有提高到的 那听到这一遍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听众 不只是一些企业 或者是一些商家 可能有更多的一些个人客户 可能他们想要 就是寻求你们公司的一些服务 那么其实你们是怎么制定这些收费的 非常简单 其实如果是 我们是家庭室 或者是那个办公室 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是平方扯来算的 所以比如说 我们的地方 家庭的可以有可能 从几百块到几千块 因为全部都是看 我们的地方有几大 可是喷法都是一样 我们看到有什么东西 我们都是会喷下去 我们都会消毒下去 coding也是一模一样 我们会code every single thing 每一样东西都会code到的 但是就好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因为现在市场上 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产品 各种各样的技术 那市场的竞争肯定是非常的大的 那 Dr. William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Stoica在这个部分 你们如何保持这个竞争力呢 有没有因为市场现在的竞争越来越多 然后在这个需求上 可能也会有放缓的一些迹象 对 因为毕竟一有这一个病情的时候 就越来越多消毒公司出来了 然后很多也是 就是想要帮忙这一个病情 所以 competition is big 对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it 可是因为我们非常骄傲我们的这一个技术 我们的这个产品 所以我们其实是不会什么担心这些 competition 因为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也有一个一次性 我们也有这种长久性 还有最主要的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产品是无毒 还有它有效 就比如说我可以这样子 直接这样子喷进我的嘴巴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怕的 如果正在收听FM106的朋友 可能要注意一下 看看Dr.William 他是拿了那个喷剂 对他口中喷了一下 其实如果你观看这个FV的朋友 可能你就会看到了 刚我们也是有非常惊讶一下 所以基本上它是完全无毒的 所以你们是对你们的产品 是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在这个市场上的竞争是绝对的 那有没有其他的公司 也跟你们一样拥有相同的这些产品呢 相同就是长久性的都是有 一次性的也是非常的多 可是像我刚才所讲的 因为SD Pro是独一独二的 没有别的产品是有用提供这一个 这一个engineer 这一个蜻蜓的 它的这个chemical structure 所以我们是觉得 我们是唯一一个 在这个市场上是特别的 所以我们可以保护得到 非常好的这一个表面上 我们也很希望 拥有我们的这一个技术 我们可以能保持这个 COVID-19可以控制得到非常的好 那可能节目的最后 我们可能想询问一下 Dr.William 因为就像你刚刚提到 其实你们在疫情之前 就开启了这个业务 当然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你们的业务也得到了一个 非常蓬勃的发展 那未来Stoica会有哪一些 业务上的拓展计划 可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 现在我们是有想法 要开创其他的行业 因为我们这一个医生 几个医生 我们大家都是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们不单止要把这个消毒 让到这一个病情 控制得好 因为我们也是发现到 现在的人 我们年轻人也好 我们比较上了年纪的人也好 我们的lifestyle 我们的生活习惯 越来越不健康了 就是我们吃碎 或我们吃的东西 也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也让起有非常 很多病在我们的身体 就是比如说高胆孤出 高血压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研究 我们会要出一些保健品 跟我们的医疗方式 会帮助到我们大家 我们的人民 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国家 可以希望帮助到 更加多的人 希望他们吃了这些产品 他们也可以把他们的免疫系统 变成更加好 也可以把他们变成更加健康 所以我们有以这一个方向来 往这个方向来去开放 这一个行业的 所以不单止这个 因为我们也发现到 还有一样东西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消毒汽车 因为汽车呢 现在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你都看到有超过两辆车 或者三辆车 所以汽车是非常重要了的 现在一个mode of transportation 可是很多人忽略了 就是他们去了这么多的地方 我们人我们也会带到 很多的病毒上车 还有我们会带大大小小 大大小小 老老少少都会这样子带出门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车上 其实有很多的病毒 或者吸菌 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就会开一个 转消毒汽车的这些centers Dr. William 可能大家都会非常期待 因为我们都知道疫情之下 这个移动的汽车消毒 可能是市场非常关注的 能不能说一下 你们大概预计什么时候 会推出市场 这样的一个服务 我们会惊快 因为现在是MCO 所以我们也是 这一个project 我们停顿了一下子 可是差不多两到三个月过后 你应该是会看到 我们有我们的 Stoica flagship的消毒车 在整个clang的里 所以在今年内 我们应该会看到 你们推出这样子的一些产品 对不对 因为毕竟你们的技术这么高 我相信市场都非常的期待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会所带出的 这些新的产品 跟这个新的行业也是 对 那我们看到 Stoica 它本身是与这个消毒业务取加的 现在也是希望说 把这个消毒服务 带到这个会移动的汽车方面 当然他们也不再 只是局限在建筑物里头 现在还计算 要进军这个保健产品 我觉得也是投资者 或者是市场 可以相当去关注的一块 是 尤其Stoica 它是一家 有一群医生 在几年前 共同创立的一个公司 所以在技术 又或者是在卫生方面 绝对是打包票的 接下来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 其他的他们的业务 到底可以发展到 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如果你本身 对于他们的产品 也非常的有兴趣的话 绝对可以在脸书 又或者是在Google上面 搜寻一下 S-T-O-I-K-A 那你就可以了解 相关的一些资讯了 今天非常谢谢 有Stoica的首席执行员 CEO 陈锦良博士 有的德威廉 但在我们当中 谢谢你 有的德威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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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